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温暖化开又到了拍妹子的季节了 这坚挺的脚架 这白色巨胖 这代表至尊地位的失控马甲 这难道是传说中的野生老法师 年轻人 我看你骨骼惊奇 既然这么有缘 我这里有一份拍花秘技想要送给你 请扫描屏幕右侧的二维码 关注微信公众号索手Plus 回复樱花二字 你就能得到这一份免费的拍花秘技 我是摄影师张千里 请跟随我们原来这么拍节目 一起揭秘摄影师的拍摄现场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 一开始我们用了一支28毫米的镜头来拍摄了一个广角 我发现那个视角比较的大 而且这个画面看起来有一些杂乱 所以你的重点并不是很突出 所以我后来就换上了一支70-200的镜头 那么我们用中长焦的焦距去拍摄中间的某一块局部 可能这画面看起来的主题性会更加的明确一些 当我们用70毫米这一端去拍摄的时候 我们把焦点对在这个盒面上的这一片樱花上面 你看到画面会紧凑很多 而且你的主题非常的鲜明 这时候我觉得还是不够 所以我把焦距切换成200毫米 这时候你会看到这片樱花就变得更加的突出了 我们的主题也就更加的鲜明 然后我们再把镜头往下挪重新做了一次构图 和刚才的70那一端的构图完全不一样 但是它的形式感会更强烈 那么当我们用长焦镜头进行拍摄的时候 其实主体是非常的鲜明的 但是背景很容易让我们忽略 其实我们在控制背景上面也是有很多的一些要注意的点 那么一开始的时候我们的背景 它水面上的反光比较的亮 所以后来我又切换了一个角度 我们到另外一侧 让这个深色的水面作为背景 因为浅色的花 深色的背景它就会比较的明显 但如果你是浅色的花 亮的背景 它的效果就不是那么的好 这也是借用前人的经验判断机位的一种方法 在这里我们使用长焦镜头来压缩背景和前景之间的空间关系 来获得一个紧凑的画面 其实拍风光也不一定要使用小光圈 在这里我们使用了F4这样的一个大光圈 焦点对在前景的樱花上面 来拉开背景和前景之间的一种层次感 好 我们现在在天首阁的北侧 这里有很多的鸽子和海鸥在这里飞翔 那么我其实非常喜欢这个地方 它非常的安静 我选择的是一个28毫米的镜头来拍摄 因为我希望背景的樱花和建筑不要离得太远 并且在这个画面当中 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组成部分 如果太小的话它就没有力量 这个场景特别眼熟有没有 我相信北京的老法师一定都懂 不能错过 OK 完美 走了 在这里我选择了一支28毫米的镜头来进行拍摄 因为我希望能够获得一个比较开阔的视角 正因为它拍摄的范围比较大 所以在拍摄的时候要小心避开一些不相干的物体 因为简洁依然是我们构图的第一原则 我们在使用广角镜头拍摄 我们在使用广角镜头拍摄 不是说视角一味的广才是最好的 我们要根据这个画面的一个实际的一个情况来选择 究竟是要稍微收敛一点 还是说一个特别广的一个视角 那么对于像这种有栏杆的地方 我们又不可能再往前靠 我觉得稍微收一点的画面 可能更容易得到一个既有场面 又是紧凑的这样的一种画面 所以我最后从18换成了28毫米 别看这里这么多人 我觉得也不要放弃拍摄 那么在这里我换上一支50毫米的定焦镜头 我可以去拍摄一些局部或者是一些特写 我是摄影师张千里 请期待我们下一次的摄影揭秘 原来这么拍你也可以做到 请期待 台湾 我觉得你也不要放弃治疗 不是 放弃治疗 卧槽 我不知道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